我們討論農園電力916 這是廟師 他就是14.44買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買 如果是上星期買的話 可能三天就已經跌了一元 輸了6% 他說應該怎樣部署 這個故事教訓就是當它破位去買的時候 殺傷力永遠很大 就算是優質要分 因為農園電力我覺得是優質 這是不久不說 但問題就是當它穿了位的時候去買 人踩人地跌下來 現在市場擔心經濟增長放緩 還玩碳中和嗎 你說說每次在經濟狀況變差的時候 其實你看回所有市場報告 不會說在炒經濟水退的時候 我就因為這樣去玩環保 玩碳排放政策 相反短線來說 看日線圖沒問題 剛剛開始穿位 開月線圖上就純粹升得多 所以回調努力 所以我們經常說 當你在10元以下買農園電力 不值得 很危險 現在你在說圖都穿了位 現在在說連5月的低位都穿了 我們在說今年或這一刻去看 如果有些股份還在創 52週或今年來的新低 要小心 所以農園電力我覺得 你看自己是有什麼投資心態 如果純粹炒波幅炒股價的時候 賣其他東西就算了 短線的話 穿了今天那些低位 13.3號 你要理性投行走 炒其他東西好過 但是長線賽也不是經常出出入 有機會讓你收上去 但是時期真的要比較長 你不要忘記去年年初 由7.8元的位置升上去 我不敢說是落7.8元 但是整個升浪要回調0.382 現在還未夠 一半的話 10元 11元的位置真的不足夠 所以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的話 13.3號的低位穿了你要離開 其實本身不應該罵 如果你實在很短線的話 長線的話 這些市況記住 任何長線部署都不會一注 不會有什麼置底架 或者很安全的狀況 一定不會出來 所以暫時來講 就分清楚自己的部署錯誤是怎樣 弄遠一點的長線 我不會特別擔心這些股份 但是短線的走勢上 真的應該沒什麼穩限 不好 好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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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